MINGOły act skins 喂喂Hello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16日 啊 它真是甚麼事呀 光環部都那麼廣告 說你對於病心 集會啦,幫你介紹一下,拿一下山輝,你又按我的廣告,你沒有病啊? 這個上海的Youtube審查報,你不要那麼過份啊 唉,我今天講太陽能啊,你不要按廣告啊 今天講的就是這個美國最新的太陽能發展 說一些科技東西,豈有此理,沒有人聽會不會啊? 閉加火啊,那你平時那些太陽能的裝置啊 你知道啦,香港也有搞的嘛,如果你住村屋那些呢,你可以裝一些太陽能那些的 如果你是立委那些呢,不是,神經病,立委是台灣才有,我講的是業委,業主委員會啊 那你其實可以想一下,羅健熙有搞的那裏,聽聞啊,好像在那些村屋的去搞就 啊,但是你其實那些業委都可以做這件事的,就是去裝那些太陽能那些呢 那然後去,向這個,港電啊,不是不是不是,港燈,中電 那就申請這個,太陽能計劃那些啦 那就,啊,應該都是幾好的投資來的 但是你的太陽能放在不知哪裡進了 始終你太陽能都是向中國買多的很多 我就不知,因為你無可否認一點就是呢 這個共共搞太陽能是搞得好的 就是守衛一指啊,是啊 地球裡面來講,歐洲都是風電啊那些多 你太陽能就真的要數中國的 那你看我多好,讚你啊 那你不要這麼廣告啊 那不過呢,就,啊,我們說太陽能現在做到是三成啦 那些單晶龜,那就做到三成的那個轉換率 最高好像三成左右啦 以前很低的,以前好像只有15%而已 第一代就更低一點,5-10% 那就簡直是用不到的 那現在你,啊,接近三成呢 其實都挺好用的啊,你想想,三成啊 而且太陽能,陽光,啊,是免費的嘛 那當然啦,你在都市搞就比較窄的 因為都市的地貴嘛 你搞都是村屋啊,各樣那些 穿金尺土嘛,隨時得地,你比電還貴,對不對 除非你打直發展啦 打直發展你又不行啊 就是你會擋了其他那些大廈那些嘛 那你發展得多少棟呢,對不對 但是這種呢,都是大概三成左右的轉換 其實有一種就更加高乘數的轉換 那種呢,現在都有的,那些叫太陽能熱水器 啊,也有太陽能煮食佬啦 那他,啊,有做這些東西的 太陽能煮食佬就是呢 他在上面那些呢,找那些聚焦板 把那些陽光聚焦落一個盒仔 啊,那些盒仔呢,就可能裝水啦 也有裝食物的,現在 啊,但是呢,如果你用來煲水的話就窄一些的 因為如果你用來煲水的話,你那些金屬器皿 那如果在那些陽光和那些金屬信不信得過呢 那所以也不知道做出來的那些會不會有毒 那,食物都是的,其實 那它包住了會好一點啦,我不知道啦 就是上面那些太陽能 如果你講是能量損耗比較低的呢 就是這種做法 就是直接這樣去拿那些陽光聚焦 然後煲水或者煮食 是省過你用那些單精龜多精龜的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呢 你不用那些單精龜多精龜的時候呢 就是太陽能板 你就不會做到一個叫做刺生污染 啊,那你那些刺生污染很嚴重的 其實就是尤其你知道啦,未來你這些太陽能板 那個發展仍然是會那個轉換率繼續提高的嘛 那你繼續提高的時候 就是舊有那些配置的 你就會不斷地去,就是遺棄的了 丟棄的了 那你如果不斷丟棄這些東西 是會造成刺生污染,影響生態環境的 那所以其實你同步發展要想一下 怎麼將那個可能多精龜變回單精龜啦 就是做回一種叫做 啊,太陽能板的回收 想好這件事先的 那個也是一個大課題來的 啊,那你不可以只是想著怎麼去 繼續發展的 不過,啊,就是 每一個範疇又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先啦 不過今天呢,就不是說這件事的 啊,今天說的是歐洲和美國那邊的太陽能發展 那就是應用這種這樣的技巧的 首先你講太陽能板的技巧先 那你太陽能板技巧來講呢 在歐洲那邊呢,就出現了一個新科技的 啊,是不是歐洲呢?我都不記得 總之它就是用AI去控制的 啊,用AI去控制 然後就會不斷地調校那個角度 然後呢,就收集最高產能的陽光的 還有它是會打開那些太陽能板好像多太陽花那樣 那然後呢,在可能大風啊各樣的時候呢,就收回它 那這個設計是非常之 user friendly啦 非常之那麼貼心啊 那它可以收回那些板,那強風又吹不到的嘛 啊,平時呢,又可以調校陽光各樣的那些 那結果呢,你可能是用多了少少電力去監控它的 那但是呢,你收回來的那些電力是足夠的 有得的了,賺得的 那但是今天不是說這件事 今天說的是標基的新發明 那標基的新發明呢 我見過那個地方可能在大峽谷啊 啊,我就不知道 那它總之很空曠 那些地不值錢的那些呢,又是 因為其實你用熱水器啊各樣那些都是的 很欺人用那些位的 因為你用那些位呢,它不像太陽能板嘛 可以用電傳輸 那結果你那個地方和那個位呢,就非常之麻煩的 只能夠在一些那些地不值錢的地方做 而當然最好的地方呢,第一就是非洲啦 第二就是那些沙漠地帶啦 那它的做法都是用那些聚焦板 不過今次是聚焦最厲害的那一刻 那一個角度 它是用AI去調節角度 找到陽光聚焦的那個最好的角度是多少 那然後就將那些光源呢,就聚焦一點 那跟著呢,就會將其中一個鍋爐裡面呢 那些水呢,就煮滾的 那現在就初步呢,是可以去到300度 啊,去到300度的蒸氣 那你那些蒸氣呢,就可以推動那個鍋輪 然後那個鍋輪就可以發電了 啊,地方雖然欺人,但是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呢,你可以是一個環保的發電廠啊 就是你是一個大型的發電廠來的啊 這樣想的時候又OK的啊 而它這個鍋輪呢,推動了之後 你整出來的那些電力啊,你就可以輸送去周圍了 就是如果我跟你說是好像家裡那些太陽能熱水器的 你整熱完那些水之後呢,那你得物無所用的嘛 就是你的水通常都是用來洗澡啦,沒有其他用途的啦 啊,你不會用來喝吧 如果你真的拿來喝,我覺得你要分開幾層咯 你整熱那些水就只能夠拿來洗澡的 你如果拿來喝那些呢,我想就...啊,窄窄些了 啊,就是...大陸有的,它將那些東西拿來吃 你夠膽你就吃咯 煮熟了的,無菌的,有沒有重金屬就不知道了 而蓋茨今次做的這個發電廠呢,它好處就是呢 你煮滾了些水,然後它推動那個渦輪 推動渦輪之後呢,你發電廠都是推動渦輪而已嘛 不過它就燒煤,燒石油,燒天然氣這樣,啊,或者用核能 核能就煮熱些水,然後就推動渦輪 總之你就一定要那個渦輪轉啦 那麼那個渦輪轉完之後就就產電了 那你生電的時候就可以周圍送出去咯,那些電 但是呢,就是... 蓋茨做的初步研究這個概念是好的 不過呢,它那個目標就還很遠 因為它的目標其實是要煮到1500度的 那你說1500度和300度那個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可以去到1500度的時候呢 那第一樣東西就是,它是可以甚至乎產生一種叫做氫氣 那你有氫氣這東西的話呢,就是它燒掉了氧氣離子 啊,養氧原子,然後產生氫氣 氫氣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燃料 甚至乎你可以用來做氫電池 那所以是有一個化學的應用在裡面的 那其次就是呢,它是可以1500度呢 那,就比300度來說呢,那個氣體 創出那個速度啊,就快到你不相信的 那結果你推動渦輪那個速度呢 可以大幅提高的 那當然啦,現代物理學來說呢 它應該是用一些叫做加壓的技巧的 啊,但是你不是每次都加壓的嘛 甚至乎如果你可以去到1500度 然後那個速度又夠快的時候呢 再加上那個加壓的工序呢 還有一些啊,物料工程的應用呢 就可以將那個發電的功率大幅提高的 啊,那標機就是在做這件事了 對了,那我見這件事幾有趣 那就今天說一下這樣而已 好,今天說到這裡 別忘了,那這邊有個房子 那邊是主要的 那就是你有什麼 那些電力好的計程 直接和你快樂 那就是販難的 那不是 你快樂 那你不是 那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